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而引发了女权主义者的批评 在网络上也有人挖出了一个事件 一名叫做Phalon Fox的跨性别女子 本来是男生 后来变性成为女生 参加女子MMA一种格斗赛 结果此人凭借他男性的优势 把两个女选手打到头骨爆裂受伤 有人说这是左派 也就是LGBT和女权的内战 我的看法是 左派提出的很多议题 都是要逆转传统伦理观念 可能遇到了一次令人意外的 也可能不那么令人意外的挫折 想请您跟我们讨论一下 女权主义和左派进步主义的问题 拜登上台之后 他们当然会继续推荐 奥巴马时代的政治正确的做法 继续批判传统价值 来推行他们所谓的进步观念 这样的风潮 会对世界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比较偏保守派的人 例如像台湾的这些保守的右派分子 要怎么样处置 还是说只能忍耐 看着他们继续这样胡搞下去 刘仲敬 这个是很简单的问题 可以让跨性别者 自己举行自己的专项运动会 就像是女子有女子的运动会 男子有男子的运动会那样 如果要一起比赛的话 为什么不让跨性别的男性和女性 一起同台比赛呢 既然男性和女性要分开 而跨性别是第三性别 第四性别 或者第七十二性别 那么很显然 就应该把原来的男性和女性 这两种运动会 改成三种运动会 或者七十二种运动会 比如说像加州 加州实际上是因为跨性别者 和第三性别以外的 各种性别的人数太少 所以他并没有搞出七十二种厕所 他只搞出了三种厕所 男性 女性 和跨性别者 其他各种跨性别者 都被放在第三性别厕所里面了 运动会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人数太少的运动会 可能筹集不到足够的资金 像女子运动会 比如说女子篮球 也是很难像男子篮球比赛那样商业化的 所以 两者本身也是谈不上平等的 如果按照这种方式的话 很可能第三性别 或者其他的运动会 根本搞不起来 但是从道理上来讲 也就是基本实现平等了 19世纪自由主义所规定的那种性别平等 实际上是机械化的 它不是一种多元性质的平等 而是按照一个标准来制造平等 按照一个标准来制造平等 执行起来就非常麻烦 而且要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 而所谓多元平等就是 你们自己搞自己的自制团体 但是谁也没有义务 把所有的自制团体都拼凑起来 放在同一个平台之上 那样做制造出来的结果实际上是 可能能够商业化的团体 就是男子拳击 或者男子足球篮球之类的体育项目 连女子的体育比赛 都很难维持现有的水平 我想这个才是真正的争议点 现在女子体育比赛维持的水平 实际上是借光性质的 如果不跟男子体育比赛放在一起 分享一点资金流的话 它自身就很难举行起来 如果按照我所设想的那种方式 所有附数的性别 都在自己本性别内部 举行体育运动会 可能那些第三性别 或者其他性别人数少到 根本支持不起来 连现在能够支持起来的 女子体育运动 也会咔嚓一刀 打上一大半的折扣 但是如果真正按照 多元平等的原理的话 很显然就是这个样子 能够操作的多元平等 第一就是我设想的那种 个人看你自己的能耐 去搞自制团体 个人举行自己的运动会 第二种办法 就是按照列宁主义的那种方法 给你们配指标 像给少数民族配指标一样 个人配一个刚性的指标 然后这个指标过了几十年以后 可能就不符合原来的状态了 然后重新配 配指标的前提就是 政府要掌握全部社会资源 像现在这样 政府不能掌握全部社会资源 又要强推平等 而平等内部的各个团体的资源 数目和方式又不一样 这个任务会繁重到 越是想解决 就越是解决不了 当然 你无论怎么样做 都是要遭受无穷无尽的批评的 而且 让步越多 批评越多 扶起东来 又跌倒了西 无论你怎么做 得罪的人都比你讨好的人多 拜登是老政客 他肯定是按照他的工作习惯 就是四处给糖 分配资源 尽可能让大家多满意 但是 世界上有些项目 恰好是一刀切材 能够得罪明确的一部分人 而保住一部分支持者 只要你那一部分支持者 是足够硬的 即使得罪了另外那一部分人 包括大多数人 还是能够站得住脚的 如果你想讨好所有人 结果就是 你把所有人都得罪了 拜登明显就是走上了那条 把所有人都得罪了的道路 当然 你要保住哪一部分人 这就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 一般来说 传统的做法 直接了当地说 就是保住老白男那一部分 不一定跟白皮肤有什么关系 说的干脆一点 就是最能打的那一部分人 这一部分人 通常是包括 大多数男性士兵所在的那一部分 保住了这一部分以后 无论其他部分怎么批评 你在统治方面 是能够站得住脚的 而其他部分自身的力量 都不足以单独实施统治 理想的办法 似乎是应该让所有人都满意 但是在不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情况之下 机敏的马基亚维利主义者会毫不犹豫地抓住 如果大家统统翻脸的话 最能赢的那一部分 抓住了那一部分 剩下的事情就比较好解决了 主持人 这样说起来 是不是拜登就不是那么的马基亚维利 他的所有政策看起来都是希望讨好尽可能多的人或者全部的人 刘仲敬 每个人都是被自己的经验塑造的 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和他所生活的那个范围 各种问题都是按照这种方法来解决的 而且他所在的那个阶级等于说是看不到全球化以后给美国本身造成的社会分裂 他始终希望按照原来那种方法去摆平所有人 照他自己的经验 他是能够摆平所有人的 所以他认为事情搞砸是川普搞砸了 为什么以前大家都愿意摆平所有人 唯独你跳出来不肯摆平所有人呢 他看不到川普来自于原来分蛋糕的那个盘子之外的那一波人口 而那一波人口的势力已经强大到不容忽视的地步了 但是地球上没有几个人在70岁以后还能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的 他只能去碰 如果他自己的行为模式能够碰对了 那其实只是碰巧 但是很可能被历史学家发明成为英明神武 或者其实并没有碰巧 其实是失败了 还是被历史学家发明成为英明神武 像丘吉尔就是这样 丘吉尔被二战以后 以中左派为核心的历史学家发明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英雄 但是丘吉尔自己可不是这种人 丘吉尔自己心目中觉得他是打败路易十四的马尔伯罗公爵 Dook of Marlborough的后代 大英帝国的维护者 但是他的政策实际上导致了大英帝国的解体 这不是他想要看到的 按照他自己的认知结构的话 他应该是一个失败者 但是中左派历史学家不能这样塑造丘吉尔 一定要把他说成是成功者 你虽然搞垮了大英帝国 但是你毕竟还打倒了希特勒 所以我们就按照最初认识到希特勒危险的先知 和打倒希特勒的英雄来塑造 但是这绝对不是丘吉尔的本意 其实按照丘吉尔自己的本意的话 是想把大英帝国拉回到 19世纪帝国黄金时代那个轨迹上的 但是实事已经不能容许了 后来我们知道的丘吉尔都是被发明的结果 大多数七十几岁的老人 要么就是因为跟时代脱节而无法成功 要么就是碰巧取得了一些效果 但是这些效果被发明成了成功 主要是后人影书音说的结果 而不是他自己真的能够成功 主持人 您发了一个推 是针对路透社的一篇关于外资银行 在中国被减少发放外汇贷款的新闻 您的推文是这么写的 费十三 二一大多数地方政府的裁员都是负责收割 依附性民企的少量正次性国企 否则零散征税或筹款的成本会高于所得款项本身 这些龙头企业的实际地位相当于蔡松坡的富店银行 其经营活动名义上是经济行为 实际上是没有征税名义的 对其他所有企业征税 如果他们可以依靠证金银行的贷款经营 央行和北京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央企和绿色金融会把沦陷区全境变成 戴华尔街收割的英属印度 地方正次性企业和支持他们的帝国主义金融会 产生一系列不同太上皇保护的军阀政权 习近平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必须封闭这两条路径 美国全球主义者像袁世凯时代的英国一样 作为最强的帝国主义国家 是宁愿通过袁世凯收割全部 而非像南斯拉夫和蒙古一样 让德国人和日本人收割解体后的一部分的 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断送他们的希望以后 也会让印度人或越南人 接管不再有利可图的部分地区 想请您就这个议题再论述一下 中国必须阻断外资银行对国内经济的控制 否则会沦为华尔街的附庸 那接下来美国政府是会走上像川普这样的对抗路线 还是会如您之前所说 拜登政府基本上会形成一个瘫痪的政府 而无法做出什么应对 刘仲敬 政治体的根本就是财政和军事 沦陷区是由两种财政区构成的 就是所谓的条块分割 什么是条呢 比如说过去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和第二机械工业部是什么东西 第一机械工业部主管的是电机工业 比如说哈尔滨的电机工业 实验的电机工业或者全国的电机工业都归该机械工业部管 它是跨地域的 它的主人在北京 它所有的机构都是派出机构 这就叫做条 一个条是一个单独的财政区 以前的武汉就是这样一座城市 武汉市长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官员 因为武汉是一个条管的工业城市 它有大量的工业企业 而这些工业企业是由上面的某某工业部 水利部交通部或者其他部门管的 那么武汉市长能管谁呢 从人口上来讲 武汉市掌管的人可能比那些某某工业部管的人 加起来还要多 但是从财政上来讲就很惨了 有钱的央企的利润是上交给某某工业部的 武汉市长对他们毫无管辖能力 武汉市长能够管的那些人 人口虽然要多得多 但是他们的腰包里面并没有钱 而这些他管不住的机构 又偏偏在武汉市的地面上 就是说武汉市长连治安都管不了 别的不说 像地矿部 国土资源部 或者卫生部 这些地方的直辖单位 连治安都不允许地方来管 这就是国中之国了 比如说 武汉木齐市公安局的派出所 在新疆医学院的门口停下来 就像中世纪国王的警察 进不了犹太区一样 同样 他也要在比如说 某某区域地制调查大队的 机关大院门口停下来 该机关大院内部的治安人员 是该机关自己管的 他有事情自己处理 不受是公安局或者省公安厅的管辖 他的那一套机构 跟他自己的医院和子弟学校一样 直接都是从北京派来的 连人口结构都跟周围不一样 周围的人口结构 等于是以比较自然的方式 在1949年以前形成的原有的人口结构 而这些大院里面的人口就是五湖四海 是北京政府从全国调来的技术专家 技术工人和他们相应的医疗教育服务人员 也就是给他们办学校办医院的人 他们的人口一定是很杂的 一定是同时包括全国所有各省的人口的 而且论阶级出身是包括了从袁世凯和阎西山时代 一直到山东老干部文化大革命时代 凑集起来的各种杂牌人口 他们内部缺乏有机性的联系 但是待遇方面都比地方上要好得多 这就是条财政区 快财政区 比如说小的像武汉市这样的地方 大的像湖北省这样的地方 它自称一个财政区 各财政区的情况就相差很大了 有的财政区比较富裕 广东肯定就比较富裕一点 湖北肯定要穷得多 但是至少是对于内地的大多数地方来讲的话 条永远是富人 快永远是穷人 中央直属单位 比如说在上海或者广州 可能不如地方 这是特殊情况 但是在湖北 湖南或者四川 更不要说新疆和西藏了 肯定是比地方要富裕的多 两者之间存在着鲜明的阶级斗争 他们内部的子弟 对地方上的人都是充满歧视的 我就在这样的机关大院里面长大 我非常清楚这种针对不懂事的小孩灌输的观念是怎样的 比如说 对我们敬爱的牛爷爷讲的那种新疆百坎的土音 要像是美国种族歧视者对黑人英语一样充满歧视 我就记得 应该那时候我还没上小学 就有一群大女孩带着我 用说唱一样的口气 嘲笑的叫着 新疆百坎 新疆百坎 他们还会像纠察队一样 问路上碰见的小孩 你是谁呀 你是不是新疆人 如果那个人说他是新疆人 他们就立刻嘲笑说 新疆百坎 新疆百坎就像美国种族歧视者要说 Nigger一样 那就是一个严重的带有侮辱性色彩的词 这里面的用意 即使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 这就是一个阶级培养 我们是高贵的雅利安人 你要记住 肥水不流外人田 你从小要记住 我们是特权阶级 而我们得到的利益 绝对不能够分享给周围的那些贱民 我们不能跟他们来往 如果有些小孩不懂事 跟那些人来往的话 我们要用嘲笑和孤立的方法 让他记住 我们跟他们不是同一类人 你跟他们玩 就是降低了我们的阶级身份 我们要排斥你 什么叫做阶级 阶级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阶级的根据是什么 财政区资源分配的问题 文献区的财政结构 反反复复折腾的就是条块斗争 户籍制度是条块斗争的一个体现 比如说 我们敬爱的诈博士 想方设法都弄不到上海的户口 这就是上海人坚决不让自己肥水流到外人田 上海是特殊的 阶级如果在上海的话 可能捞不到什么便宜 上海人可能会觉得 你们这些不会讲上海话的人 跟山东老干部有什么区别 你们五湖四海的人当中 肯定有大量的山东老干部和内地人 哼哼哼 阶级个屁 我们上只脚才是最高贵的 留有一点帝国主义的遗产 绝对不跟你们联姻 要用尽各种方法 不让你们混进来 但是同样的央企在湖北 那就要提一提周围的本地人了 当然 提高和降低阶级地位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分配资源的问题 例如 国土资源部要是多捞了一些预算的话 它的地位就提高了 卫生部如果少捞了一些预算的话 它的地位就下降了 诸如此类 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一个预算斗争的问题 它规模最大的意义就是 解放了从财政区意义上属于地方的人口 大量的农民工人口都是属于地方的 而不可能是属于央企的 央企 所谓的条财政区是百分之百的龙骑兵地区 而地方上则携带了大批可能变成张线中的人口 改革开放从他们开始 是因为这些人口在文革后期就已经处在失控的状态了 在大部分时期 他们也处在失控的边缘状态 他们急需在财政上有出路 而中央只能让他们自寻出路 如果在这些人会变成张线中到处闹事 抢劫火车和他们私自把国家三定五身不准分的公田 给分了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的话 那么我们就妥协一下 听信一下万里和赵紫阳的话 让他们分了吧 他们分了田去干什么 他们是去种地的 不是去造反的 比起造反总要好一些吧 或者对于广东人和福建人来说 他们自己跑去干什么了 他们走私去了 走私只是捞了一些钱 他们还没有直接造反 听起来还算是比较令人欣慰 当时已经处在到处都在乱抢火车 胡乱打人杀人 在公安局门口扔炸弹的情况了 两害相权取其轻 改革开放当然不是总设计师的英明领导 总设计师还一心想恢复刘少奇建立的那套 以条财政区为基础的苏联计划经济 他做不到 是因为资源不足 而负责快财政区的大臣 像赵紫阳和万里 在形势不妙的情况之下 对张献中地区人口自发做出的制度修改 比如说包产到户 实际上就是私分国家没收的土地 做出了让步 导致了改革开放的产生 当然 这样做只是苟且之计 真正解决问题的 使外资进入 使张献中人口变成了农民工 过去的王佐和袁文才 那些造反者领袖的子孙 都变成了深圳的打工仔 在何清廉年轻时代炸公安局的那些人 也纷纷跑到广东去打工了 社会矛盾极大缓解了 当然 这样做就是一个分离结构 外资赚到了一部分钱 分给地方政府一部分 农民工拿到一部分 地方政府拿到的那一部分 使得地方政府相对而言 比以前有钱了 而央企不一定 央企拥有一套苏联式的科研工业体制 有很多已经落伍了 比如说 原来那种第一 第二机械工业部之类的 后来就被裁了很多 为什么 因为苏联时代50年代的那种工业技术 现在已经落伍了 被裁了以后 你就很惨 你相应的机关大院 就变成铁锡区了 于是 这就涉及到一个严重的阶级斗争问题 原来我们是比地方上的人要强得多的 现在居然不是了 比如说 地方上通过改革开放 农民工挣了一笔钱 地方政府也拿了一笔钱 地方政府的公务员向来是我们瞧不起的人 比如说像武汉这样的城市 一个姑娘如果有机会驾到钢铁厂去 她是不会愿意驾给市政府的公务员的 钢铁厂的各种保障和福利 比市政府要好得多 市政府为什么搞不起来 因为市政府面对的就是穷人 如果你管辖的就是穷人的话 你也富不起来 比如说原先广州可能也是这种情况 佛山那种城市可能也是这种情况 但是突然平低一声雷 佛山变成了大量香港资本和外资流入的地方 一下子地方政府发的大财 而比如说派驻佛山的央企反倒只能发小财 双方的阶级地位一下子就倒过来了 这就会引起阶级斗争 改革开放形成的GDP利益集团 政策允许你们把增加GDP当成主要的政绩和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因此你们可以用一切手段增加自己的投资能力 投资就代表政绩 没有投资就没有政绩 而大多数城市和小财政区自身并不存在投资能力 他们采取的实际办法说白了就是借债经营 如果用国家预算的方式给他们投资的话 两万年也轮不到他们 别人都升官发财去了 你还在那里干瞪眼 没有人愿意这么做 那么办法是什么 你通过一套影子金融体系换个花样进行借债投资 我们都知道的土地财政是这种投资的一种 实际上说白了是这种投资当中比较合法的一部分 因为他在朱镕基时代的分税制改革当中 被认可为是属于地方的财源 但是我还可以说一句 能够通过土地投资筹集到建设资本的快 财政区实际上是少数 因为绝不是所有地方的土地都能卖得出去 或者有投资价值 上海搞一搞浦东新区开发 浦东的土地是可以卖得出去的 但是呼和浩特要搞一个新区 最后就搞成鬼城 很明显那些土地卖不出去 呼和浩特这样的城市 从人口角度来讲 肯定也是中间偏上的 沦陷区半数以上人口的情况 肯定是不如呼和浩特的 你呀开发土地 谁来买你的土地 你也捞不到多少钱 正确的做法是借债经营 或者用影子银行 或其他什么方式制造政策性公司 这些政策性公司的名目是很模糊的 它们甚至有可能是理论上的私人企业 但是重要的并不是理论上是私人企业 还是国有企业 重要的是它有没有政策特许权 比如说在某一个县 得到政策特许权的 很可能是一个烟酒公司 该烟酒公司是干什么的 它像梁山好汉一样收买路前 别的公司 比如说国家垄断的烟公司 在这里半分消除 还有很多私人的 或者国营的茅台酒厂 或其他什么酒厂也到本地来卖酒 该公司负责干什么呢 它的人开着卡车四川巡逻 看到别人来卖烟卖酒 就给你统统没收充公 放到它的仓库里面 然后便宜卖 这就是它的收入 如果你不想被它没收 怎么办 请交买路前 某某线建设费500块钱给我 它就靠着这套 收了建设费500块钱 这是典型的乱收费 背景比较硬的 比如说我是国家香烟公司的分销处 我这个分销处的代表 是国家的准公务员 我们按照国家政策办事 国家政策是要把香烟收入 全部拢到条经济区 作为国家预算的一部分的 你呀影响了国家预算 我要到北京去告你 然后这件事情就看力量平衡了 国家有可能执行政策 派人来查办一下 那么这个梁山好汉一样的烟公司代表 弄不好要进监狱 准确地说 他要代替他为之筹款的本县县委书记进监狱 因为这是肯定是县委书记或者县长干的 不是他本人干的 但是在有些情况下 这种情况是很多的 国家是要睁一眼闭一眼的 这是一个政治博弈的问题 条经济区和快经济区的斗争 80年代是条经济区全县溃退的时代 就体现在赵紫阳和万里上尉进入中央 论列宁主义的成色 垂直管理的央企才是地地道道的列宁主义正统 苏联培训出来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当家 而快经济区管理的社会就要复杂得多 赵紫阳之所以能上台 就是快经济区上台的体现 改革开放尽管笼统地说 很多人都得到了利益 但是具体地说 快经济区得到的利益大于条经济区 这改变了双方的利益平衡 也增加了翻阵割据的危险 例如像薄熙来的大连和重庆那种情况 在改革开放以前是办不到的事情 而他能够这么做就是快经济区 我有的时候把他们称之为GDP利益集团 获得了相当多的利益 以至于可以养出王立军这样 只知有翻阵 不知有中央的打手出来 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这些打手的存在 跟GDP利益集团的开发方式是有关系的 你需要维持廉价劳动力 你就要有相应的打手 来控制这些廉价劳动力 这些打手要配合负责经济开发的市长 而不是配合中央 否则你的开发是搞不起来的 任何开发都有政治性的一面 都有维持治安和秩序这方面的需要 也就需要有相应的武力集团 相对应的就是 武警和公安落在地方系统手里面 经常会比中央系统的军队更加赚钱 或者说 这些地方系统人员赚钱不赚钱 是看地方GDP利益集团能够捞到多少钱的 所以 他们是为了自己腰包的利益 中央给他们发的那一半固定工资是死的 并不能让他们发财 马无夜草不肥 人无横财不负 能使他们发横财的另一半 发多发少 还是一点也没有 全看本地搞活经济的那些官员能不能搞成 所以 他们的利益勾兑是非常紧密的 那么 这些虚拟的影子银行是什么呢 他们连野鸡银行都不是 他们不是银行 而是成头公司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 他们不受银行业相应的金融安全之类的法律法规的管制 于是 他们就是一种发挥事实银行作用 但是不承担任何银行责任的野鸡银行 也就是说 这样的公司如果赖债的话 你除了发动暴动以外 任何人都是拿它没有办法的 但是 就是这样的影子银行 撑起了2000年以后 轮陷区各种建设项目全面开发的绝大部分 浦东新区也好 高铁也好 那其实都是一小撮 轮陷区的大部分人口 是生活在比呼和浩特和包头更低级的层面 他们依靠的 就是这些债务累累的成头公司 以超过地方财政区数千倍 甚至数十万倍的规模举债经营 盖起了无数鬼才知道 会不会有用处的大工程 这些工程跟普通的城中村居民 甚至是传统的列宁主义 那些垂直管理的央企的单位职工 住的普通居民区 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一样 但是 这样的经济体完全建立在泡沫之上 它们是比日本所谓的泡沫经济 更大的泡沫 怎样解决这个泡沫问题 当事人的目的是 建起来以后 我的GDP非常好看 就像是在大炼钢铁的年代 我们炼出的钢比别人多 在人民公社的年代 我们爆出去的工粮比别人多 我升官了 这个泡沫留下来给谁呢 最终要由央企负责收割 至少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 是这样的 这种买单行为 是人民币必须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因为建设就要通货膨胀 这些巨大的开支 国务院从理论上可以不承认 但是从财政方面来讲 无论它如何三零五身经济纪律和财政纪律 最后烂摊子都被各地流关一股脑地扔到它自己头上 它是不能不收拾的 而这个预期其实也是已经形成的 四大银行每隔十几年甚至几年 就要产生一大波不良资产 然后必须剥离一部分 所谓剥离意思就是通过通货膨胀转嫁到富户和人民币使用者头上 这个转嫁是一个抹平政治矛盾的再次分配 通货膨胀落到了所有人民币使用者的头上 剥离不良资产 由全体银行储户买单 也是落在了所有储户身上 或者说至少是落在了有能力存钱的那些储户身上 他们就用这种方式实际上是抹平了有些地方负债累累 有些地方负债不太多造成的自然而然的财政区分割 我们要注意 财政区分割本身就是帝国解体的主要原因 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和西班牙美洲帝国的解体 关键就是因为财政区不同 比如说乌拉圭财政区的形式 其实是比巴西和阿根廷都要好得多 它没有动机跟巴西和阿根廷统一 但是如果通过诸如此类的方法 有一个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的中央银行 负责用这种看不见的方式进行财政再分配 那么统一就有可能达成了 中国没有分裂 关键就在于央行和中央政府 还有一些手段来抹平这方面的差异 而且比如说 在养老金问题和医疗保险问题上 还有一部分调动资源的手段 用调动资源的手段 使个财政区都觉得 自己在某些时候是需要其他财政区的 而从其他财政区捞到好处是需要中央的 否则的话 诸侯割据就会变成政治分裂 按照我刚才的分析 不良资产在沦陷区 这个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中 肯定是超过七成的 而且这是极其保守的估计 这个七成的估计 就是把呼和浩特和包头 这个级别以上的城市 全都化在不良资产的范围之外 而我们都知道 即使是上海浦东 泡沫资产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按照我们刚才的分类法 我们已经假定上海没有任何不良资产 只有在比包头级别更低的财政区 才有不良资产 上海没有不良资产 北京各部委 比如说卫生部 交通部和国土资源部 没有任何不良资产 这肯定都不是事实 我所知道的国土资源部的不良资产 就多的是了 我们把它们全都抹去 全都算成是良好的资产 只有包头级别以下的城市 才有不良资产 按照这种算法 不良资产也占了沦陷区 全部资产的七成以上 那么 这个巨大的泡沫膨胀起来 应该如何解决 对于各财政区来说 调财政区的选择余地 跟快财政区的选择余地 是不一样的 调财政区是受国家财政纪律的 严格限制的 他比如说 要从外资得到什么 是需要国家的正式政策的 他们是共和国的长子 是被盯得很严的地方 他们的主管 也往往是红色子弟 像李鹏和李小林他们 在电力部门 就是这个样子 调财政区 一般来说 处在可以收割 快财政区的地位上 比如说 你能够不用电吗 你能够不要财政吗 武汉市长 很能逼是不是 你的居民可不可以拉闸限电 那显然是不可以的 你的居民能不能不坐火车 或者不坐轮船 坐在原地不动 也是不可以的 所以 调财政区 要收割武汉市 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即使收割广州和上海 也只需要有政策支持 就可以做到了 你只要全国涨一下电费 或者国家对全国电力 搞一下投资 就可以了 投资的方式 需要的土地物资 国家统一 实际上就等于免费地 无偿地征用当地居民的物资 像三峡工程那样 把当地居民赶出家园 这都是超经济剥削的体现 他们是吃政策饭的 这种人怎样利用外资呢 那是非常依赖中央政策的 比如说 如果要搞绿色金融和碳排放的话 电力部门包括大量的火电厂 是污染大户 它需要购买大量的碳配额 而经营碳配额的所有金融机构 最终都要归到欧洲 或者美国的金融机构上面 美国人如果着人先变的话 那么比如说 电力部门收割全国电力消费者 包括绝大部分快财政区在内 的利益就要归于美国 这个收割就是真正的征税 我们要注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传统王朝 比如说唐 明 清个王朝的征税方式不一样 是他的国家能力的关键 这些王朝依靠大量费拉人口 依靠对编户其民分别征税的方式 成本很高 效率很低 内部的贪污腐化 向雍正皇帝反复整顿 最终都没有什么用处 例如火耗银之类的混乱 结果导致中央政府得到的钱并不太多 而且 为了避免最脆弱的人口陷入张献中式的动乱 税率无法提高 你用什么方法才能够不需要很累很麻烦 就能挣到很多钱呢 垄断企业 对于旧王朝来说 垄断企业只有一个 一般来说只有盐铁 就是国家专卖食言 众所周知 食言是大清国和历代王朝的命脉所在 食言管理方面的混乱 导致了皇朝和张献中之乱 导致了帝国的颠覆 因为食言收入是太重要了 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 专卖的项目就很多了 什么叫做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就是对所有核心工业产品实行专卖 汽车 铁路 电力 一切都是专卖的 不像是古人那样 你只是在吃言这件事情上 被中央政府卡脖子 中央政府对付节度使 例如长安的朝廷对付个节度使 节度使不是手里面有兵有钱 可以对抗中央嘛 但是你所在的区域里面不一定产盐 不一定产茶 很好 中央政府实行严查专卖 就像白居易的诗歌里面所说的那样 商人重力轻别离 钱月福粮买茶去 我们要注意 这个商人不是一个私人商人 他是富有国家使命的皇商 茶叶和盐一样 是国家发特许状才允许经营的 得到的利润是归国家所有的 就像现在的香烟公司一样 你们卢龙节度使的区域里面产茶吗 你们不产茶 你们可以实行自由贸易 到江南去买茶吗 不允许你们这么做 你们只能向中央政府控制的茶商买茶 你们不是不肯给中央政府交税吗 很好 你们不交税可以 你们的地丁钱粮落在了节度使手里面 但是你们买盐买茶的钱 又到了长安朝廷的国库里面 这样长安朝廷才能维持下去 但是长安朝廷的手段 也就只有这么一点点了 而北京政府的手段就要多得多了 这个工业部 那个工业部 类似的方法都可以收割 所以 这个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脉所在 我们要注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传所说的 我们是中国历代从来没有过的大有为政府 实现了如何如何的进步 什么叫进步 进步就体现在这一点 国家能力的飞跃 国家能力首先体现在财政能力上 财政能力首先体现在央企队快的收割上 如果说快财政区负责收割全体人民的话 那么条财政区在收割人民的同时也在收割快财政区 这个双重收割体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脉所在 但是 这些财政区都有自身维持不下去的问题 因为他们只能收割不能创造 由于创造能力和技术能力的不断落伍 他们需要外资为他们输入技术和资金 输入技术和资金就是政治问题 当年黑龙江坚决反对深圳改革开放 凭什么 满洲工业是共和国的命脉所在 深圳有什么狗屁工业 我们的阶级地位可是很高 你们广东人搞改革开放颠倒了阶级地位 难道说今后的大员要从广东上抬来 骑在我们满洲人的头上 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我们当然不能直接这么说 这么说起来太自私了 我们要说 我们要维护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跟先进的工业化联系起来 资本主义复辟 意味着恢复到过去的小农经济和小资产阶级 这是历史的倒退和政治的倒退 小平同志你说 你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呢 没想到邓小平同志决定不信邪 老子就是要难寻一下 谁不愿意解放思想就让谁下岗 至于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这件事情 比较好解决 我召集一帮腰包并不是很肥的知识分子 来论证一下不就行了吗 什么东西是不是社会主义 是不是马克思主义 不就是知识分子说了算吗 知识分子召集起来 搞几个课题组论证一下 我说我是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你说不是 我们不是还有国家安全部吗 笔杆子和枪杆子结合一下 你有种说我不是社会主义 于是这个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但是相应的阶级地位的颠倒 确实已经出现了 这种阶级地位的颠倒 暂时解决了燃眉之急 但是确实也酝酿了中国将来分裂的危险 这也是习近平为什么需要搞一点反动的原因 不搞一点反动将来会搞到伟大不掉 财政跟政治的关系永远是没有办法切割的 而最重要的就是中国作为一个挖地 无论哪一个财政区在技术上都是落后的 在经济模式的转化方面都是被动的 也就是说 无论文宣部门对那些可怜的中学生和大学生 洗脑洗成什么样子 负责确定实际政策的技术官僚 心中有数 我们始终是在被外国技术和外国管理模式冲击的过程中 冲击一下子 我们改革开放一下子 好像是快要站住脚的时候 万恶的白左右发明出一点心东西来 使我们又站不住脚了 又得折腾一下 像绿色金融和环保之类的 是旧式的改革开放干部受不了的 因为改革开放的一个密集就是降低标准 别人给你制定一个环保标准或者劳工标准 那就意味着成本更高 我们没有别的优势就是廉价劳动力多 我们要么是不制定标准 要么是标准制定的地点 要么就是有了标准 以后我们睁一眼闭一眼不执行 这样我们的企业搞起来了 大家都发财多好 污染什么的 屁20年以后的事情干我屁事 劳工如果有问题 我们让公安局去处理一下 不就得了吗 这就是秦辉所谓的低人权优势 旧式的招商引资干部都是按照这一套起家的 他们听到美国人或者欧洲人要搞什么环保 心里面绝对不会痛快 但是如果人家搞起来的话 那么合理的办法就是我们自己怎么样适应新的环境 在这个新的环境中维持自己的地位 比如说碳排放的权利和绿色金融的权利掌握在谁手里面 是掌握在曹莽出身的那些深圳改革开放干部手里面 还是掌握在地地道道的红色子弟手里面 顺便说一句 深圳其实也是由像元庚这样的老革命搞起来的 但是元庚这样的人 比如说像东江纵队和南洋白区党出身的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干部结构中都算是比较外圈 所以在文革和其他时期一般是整肃对象 地地道道的共产党核心干部 像是满猛八旗不大会去搞洋务一样 还没怎么参与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怎样把这些东西像是清贵典军那样 罢免袁世凯成立皇族内阁 把权力从改革开放干部手里面 收到习近平和薄熙来这样的红色子弟手里面 这是习近平时代的一个重大课题 我们可以考虑 如果金融开放 资本市场和绿色金融这些都掌握在红色子弟手里面 那么这种开放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就好像是 新军如果交给袁世凯去练的话 朝廷就会觉得 是不是会出李鸿章呀 最好还是不练了吧 但是第一 日本人已经练起来了 你压不练 你不是吃亏吗 还是非得练不可 另一方面 不用李鸿章 我们可以用载掏和铁梁吗 这样不就可以练了吗 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的结果 就可以导致碳排放市场 碳排放市场最主要的影响是什么 就是收割电力部门这样的污染大户 他们需要大量的碳配额 这意味着他们要购买大量的碳配额 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农民工辛苦赚来的外汇美元 国家倒给补贴出口到美国才能赚来的美元 通过购买碳配额流入华尔街之手 当然中国相应的绿色金融管理人员会因此而发大财 这就是一个收割 等于是华尔街和央企所代表的条财政区联合收割块财政区 在政治上讲就是 朱尔典公使跟袁世凯达成协议 我们希望中华民国继承大清国的所有版图 而不是通过各省独立而事实上被列强瓜分 事实上被列强瓜分 那么满洲肯定要归日本 云南说不定就归了法国 咔嚓咔嚓瓜分下来 即使英国得到了最大一份还是不划算 如果大清国由中华民国继承 而不是被瓜分的话 那么就会立以均瞻 立以均瞻的结果就是 老大占的便宜最多 谁是老大 大英帝国 只要满洲是大清国的一部分 和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那么日本就垄断不了满洲 日本的资金不足 满洲铁路还是要向英国要钱 归根结底 满洲和全大清国都是英国的 如果袁世凯他老人家 hold不住 满洲自己独立了 湖北也独立了 四川也独立了 大家都独立了 那么大英帝国的财政区 一下子就少了一大片 但是 日本就不见得是这样了 对于日本来说 解体就解体 蔡松坡可以独立 张作霖也可以独立 独立了以后 吃亏的主要就是英国 得力的是刺激强国 今天的美国 处在英国的地位 希望通过央企 这个袁世凯 能够收割 全部沦陷区的利益 川普一天到晚抱怨 你压挣了美国 这么多美元 又不像沙特那样 买飞机给我们送回来 而朱镕基 理直气壮地说 是我们不想买吗 美国把三五卖给我们 我们出加倍的价钱买 你们美国人又说 他妈的你们是共产党人 不能卖 沙特是穆斯林 穆斯林就可以卖 那怎么办呢 另外换一个办法呗 鸦片战争为什么会爆发 就是因为银元进了大清国 收不回来 于是要用鸦片的方式收回来 现在我们搞一个绿色金融 以污染税和碳配额的方式收回来 美元在沦陷区转个圈 又回到华尔街 这样川普折腾的问题 不就统统解决了吗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朱尔典公使正确地指出 袁世凯是唯一能够防止 大清国分裂的力量 大清国分裂以后 最主要的得力者 就是日本和俄国 其次是法国和德国 而英国人是赚不到什么的 实际上 英国的立场是 要让大清国和中华民国 完整地作为一个 没有殖民地名义的半殖民地 就是一个准英属印度 然后咔嚓咔嚓由大英帝国收割 而日本人和俄国人 则并不在乎 大清帝国和中华民国 分裂成一块一块的 个人占一块 这样比起加起来 合并在一起 由大英帝国收割 对这些力量不足的 刺激帝国主义来说 是更加有利的 通过政策的力量 根据克林顿总统 和南斯拉夫战争以来的经验 最终欧洲人和日本人 都要在美国人面前吃饼 但是这样的政策 对于快财政区 显然并不有利 他们本来就处在被收割的地位 现在又要加上一个太上皇 太太上皇的多重收割 他们的利益是什么呢 我们平时为什么需要调 财政区的支持呢 因为我们制造出来的这批烂账 是指望让央行买单的 1978年以前 甚至是1997年以前 快财政区 比如说武汉 依附的理由主要是 他妈的我需要你们的铁路和医院 这些东西 而现在则是 这些东西都不再重要了 改革开放有一个效果就是 他妈的卫生部的医院 有什么了不起 莆田系不能开私立医院吗 可以开啊 医疗改革 是一个下放到地方的政策 我们一定要以改革的名义 自己开一波医院 可以部分地替代你的功能 改革开放的好处之一 对于快财政区来说就是松绑 不再是一定要接受条财政区的盘剥和收割了 只有两个问题 我们跳不出去 一是军队 这个问题现在是没法解决的 二是 我们搞建设制造出的这些烂账 最终是要由央行买单的 但是如果金融开放以后 我们可以从日本银行借款 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张作霖为什么能搞独立 因为他可以从政筋银行借款 他借了钱以后 北京政府对他的意义 就变成一个纯粹的索取者 我从日本银行贷款 开发满洲的资源 赚的钱自己花 你北京政府的贡献等于nothing 但是你还要问我要钱 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我自己挣钱来养我自己的军队 我还要听你的话 你去死吧 蔡松颇不办复甸银行 云南就独立不了 因为云南新军没有钱 旧式的军队用一点土枪土炮 钱不需要太多 而按照日本和德国的标准 练一支新军 那是很贵的 云南本身的财政支持不起 办法是什么 办一个复甸银行 发行云南自己的独立货币 征收助币税 而且 复甸银行还可以用云南的资源 比如说鸦片 锡矿 铜矿和各种资源 到香港去向英国银行抵押贷款 靠这笔贷款 唐继尧可以使滇军无敌于天下 军事的背后是需要财政支持的 这笔钱完全掌握在帝国主义手里面 北京的财政部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独立对于唐继尧和张作霖来说 都是很有好处的 过去在大清国时代 按照定例需要交给北京的钱 现在咔嚓全都归我自己了 而我需要的新的钱到香港 大连或者东京去筹集 北京政府能奈我何 独立对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如果不独立 北京政府一是会问我们要钱 二是他还会出台政策 不准我们找日本人和英国人借钱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 点赞和分享转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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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